今天又到截止King Sir接觸的時間 大家是看到一幅照片才卡進來 今天是接一個聖誕老人 今天是比較會難一點 我會接慢一點大家看著 這個大家會見到會很開心 如果你接給小朋友的話 首先反轉 我們將紙對接一下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做開頭 因為差不多每一種接紙 都會有中間線和對角線 然後打開 再對接一次 另一個方向 希望大家都是一邊看著 拿著一張紙一邊接 聖誕老人當然用紅色紙來接 如果不是你就這樣看 其實會看不明白 要一直接才明白 接著我們反轉 正面向上 接一個對角線 麗牌了 另一邊都是對角線 做到這個步驟 做到這個步驟 有個米字在中間 我們將它接回一半 然後 這個 拿起一張對接 然後將它對接 反轉 又是 將它對接 一張表面那一張對接 接回中間線 好,打開它,會見到有三條線在中間 然後另一邊一樣 反轉它,又是掀起中間接它 做到這裏我們會見到有很多格子在這裏 應該有十六個格子 好,接著我們就把角落頭接到中間 其實四個角都要接到中間 我們要做四次的這個步驟 這些就叫預備線 接了之後才開始正式接 很多預備線 好,打開它,然後正式開始 拿起這個,然後捲在中間 我們有一個四邊都一樣的正方形 然後這個步驟就比較難一些 大家看清楚了 把這個正方形的頂端接到中間 這些線已經在了 大家可以很方便地對得很正 好,這個就一定要強調刮到很實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前後都刮到很實 因為我們要一個很深的接痕 這個叫聲勤 可能很多人未做過這件事 這個變回立體形狀 剛才接入中間的正方形 要四邊都同樣接入中間 我們通常這種步驟 我們會打開一點點來做 然後我們捲回那個接痕 我們要做到很完整 然後跟回那個接痕 放回中間 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五角形 但是大家要記住中間是這樣的 在頂端看下去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剛才的三個人 放到中間 做到這裏 然後這個做底 我們將這兩邊摺進去中間 摺過來中間 表面摺過去中間 然後我們將兩邊摺進去第一層 這個就容易得多 比起剛才的一個步驟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把它反轉 反轉 是這樣的 反轉 好 我們看到中間有兩條斜線 我們就要續用這些斜線 好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拿起這一頁 記住 它有兩頁 你看到我們兩頁都拿起 兩頁都拿起 拿起頭那兩頁 這個叫第一頁 這個叫第二頁 拿起頭那兩頁 照中間的斜線摺下去 再一次 再一次 照中間的斜線摺下去 然後這個 你會見到這個 凸出來 這樣就摺中間線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中間就是這樣的 好 跟著 中間的底摺過來 摺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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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印花 即是對上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邊其實是一樣的 要摺中間的斜線 拉下來 好 這樣的形狀 中間 我們會見到最後 我們會見到 兩邊是一樣 中間是有這樣的三角形 看不見到 好 我還原一次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好 做多一次 首先 首先 將這一邊 斜線摺下來 注意是兩張 面那兩張一起摺下來 然後押平 這一邊押平 中間有一頁 我們就照底的中間線摺過去 拉到這裏印三角形 然後 將這一邊摺回來 我們會得到一個結果就是 下面有一個這樣的三角形 兩邊是一樣的 都有一個三角形在上面 做到這裏 我們將中間的三角形打開 中間線對中間線 就變回一個四角形 好 現在我們應該有四個白色三角形 當然 下面那個最厚 下面那個我們將它 最簡單的 在底那裏摺上來 好 去這裏 然後將上面兩個三角形摺下去 好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這一步比較難理解 其實我們是要將這三角形摺下來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會打開少少 這個角落頭和這個角落頭是黏住的 折下來的時候這兩個位是黏住的 但是這個底就要黏回這條線 這個底就要黏回這條線 這個中間點和這個先連一條線 然後接一條中間線 好 按下去 我們會見到這樣的形狀 好 這一邊做多一次 打開這一個 打開這位 打開這位 對 當然這角落頭要對回 接好這條線之後 接上 很難看 大家小心定格慢慢看 我們會做到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兩個白色深的人中間是會有部分交疊 總之這個線是會貼到中間的底線 來到這個步驟 然後我們反轉它 我們會發覺有這樣的形狀 這個位置可以打開 我們將這個打開我們會發覺 將內裡有些結構拉平押上去 現在是這樣 然後反轉面 上面這裏有個叫白色的四方形 我們將下面這兩個紅色深圳攝上去 等它就獨立了出來 然後反轉它 反轉它 下面有兩個分開的那個叫底 現在上面沒有那個叫上面 我們將上面這個部位 這個角落頭和這個角落頭接到中間 好 打開它 這個角落才剛才摺出來的線 最高的兩個角落才剛才摺出來的線 又是這兩個位置一定要刮緊它 因為已經有上下後 好 打開 然後我們將這兩條線 摺到中間 摺到中間 好 面那一層摺到中間 好 摺這個步驟的時候 然後就會將剛才摺那兩個三角形大那兩個 拉過來 拉過來 因為它是扯住的 整張紅色你們很難看 好 這一邊也是 好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摺到中間 將這個三角形大拉回來 好 剛才我們摺了一個小的角落頭 我們現在將這個放進去 那就會將這個位置鎖緊 將這個位置鎖緊 好 好 基本的步驟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摺到它的手手腳腳 好 下面這兩個位置 分得開兩個位置當然是腳 首先將這條位置 中間那條線摺過來 摺過來 對方斜線 對方這個斜線 摺過來 摺起來 好 看起來是這樣的 好 打開然後當然是摺到中間 又是把這個部位摺到中間 我們會看起來前後都一樣 好 看 前面是這樣的 後面是這樣的 好 然後這兩邊我們各有一塊可以掀起 我們將它摺到去問邊這個位置 摺到同一腳問邊這個位置 但要留意 它上面這個位置不是去到最尖 它有一點點是平了我們就摺到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這個角度好些 好 左右兩邊都是 對 下面就貼著腳接上去 但是斜斜地它又不是接到最盡的位置 大家留意接到它們就明白 好 接著完之後 我們這個三個下擺是可以打開的 大家要打開的位置就是要最頂的一頁 它裡面有幾頁 大家要打開的位置是最頂的一頁 如果不然就露不出一些白色在前面 要露到那個白色在前面 這一邊又是 把手指放進去 如果不可以的話可能用牙籤 我們要最頂那一層 前面看的話就是這個位置很小 但是這個位置要白色 好 我們反轉前面 前面接那雙手 好 其中一邊兩邊手 其中一邊接先 我們把這個其實打開它 打開它 中間線這樣打開它 中間線這樣打開它 打開了 這樣 然後接回來 但是接回來當然不是用中間線接下來 是這個位 這個位 叫做手跟的位 做一個支點 然後接回來 這個位置去到哪裏 其實最好就是去回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去回這條斜線 碰到這條斜線 剛剛好 但是這一邊 大家留意這一邊是這樣 再做多一次 打開了之後 打開之後 然後這樣接下來 好 拿了位置之後 我們還原一步 然後把這個位置接回到剛才那條線 摺尖 接回到剛才那條線 摺尖 之後推回來 這隻手就幼了 這個是這隻手 然後我們要這樣摺入去 這樣摺入去 這個參考線 這個部分 對接回到白色這條線 連連帶那件衣服的下擺都會斜上去 整好大概是這樣 這一邊重複一次 我們再做多一次 這裡有個白色三角影 我們將它打開它 跟回那條中間線打開它 然後這個手肘的位置 就摺到這裡 現在沒有了條參考線 好 摺了下來 然後打開 又是摺尖的手的部位 摺下來 去到這個位 又是要把這個位摺進去 對摺白色的部分 好 其實兩隻手都摺好了 現在我們兩隻手 兩隻腳摺好了 然後到最後聖誕老人的頭 聖誕老人的頭 首先反轉它 好 然後這個尖端摺少少下來 少少 真是少少的 好少 然後再摺多次 好像捲 少少捲起它少少 但是程度也是要少少 這個是聖誕老人的頂帽 那顆波波 好 有個很幼很窄的梯形 總之完成這個位置 好 反轉 反轉 我們將這個 這樣摺過來 其實是摺到中間位 但是要多少少 過少少的中間位 基本上都是這樣摺 但是這個線要過少少的中間線 過了少少的中間線 不要全部摺進去 這邊也是一樣 總之是覆蓋著少少少中間線 那兩邊就會交疊 結果就是兩邊會交疊 然後我們將母邊摺上來 兩邊一起 因為它交疊了 我們會好像把它合起來 這個摺上來的時候 會帶動了 旁邊會變成三角形 這邊也是 基本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紅色 旁邊兩個紅色三角形 摺到後面 去到這裏 其實你摺的力度很重要 就是每一個步驟 你都要摺得很實 否則一些比較複雜的 好像這些 你會發覺它會彈開 如果你開頭摺得太輕力 摺小了那塊面 差不多了 差不多完成了 聖誕路人那頂帽 我們將它向後斜斜地摺進去 自己預料的樣子是怎樣 這個就沒有甚麼可以跟 今天這個聖誕路人摺好了 希望大家 這個比較複雜少少 希望大家努力接好 因為這個送給小朋友 他們真的很開心 差不多十個 有十個都會笑出聲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